花蓮灯会入口9号晚间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 一辆机车双载和前方的黑色休旅车发生了插状 而机车骑士连人带车被撞飞 所幸只有轻微的插伤没有大碍 不过同个路口已经接二连三的 发生了多起意外事故 警方也到场来加强杖岗以及胶管的疏导 花蓮市的灯会入口一辆双载机车从画面右侧出现 这时前面的黑色休旅车要切入车道 他们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上 瞬间零件四处喷飞 这里是花蓮灯会入口南滨路与和平路9号晚间 一名理性骑士载着一名女子沿南滨路往北行驶 经过和平路口时发生车祸 骑士跟乘客连人带车摔飞 所幸只有轻微插伤没有大碍 其实这个路口发生车祸已经不是第一次 2月2号一名少年骑机车与执行轿车冲撞 头部重创命危 5号一名女子开车闯红灯撞上左转轿车 还颇击到旁边的一排机车 造成其中一名骑士伤势严重 9号又发生查状意外 只不过灯会路口游客众多就怕再次发生意外 金方也到场加强站岗交管与疏导 两边的路口跟前方的路口都有放置这个爆闪灯 也会针对车速过快的问题 附近骑士也说许多车辆把这个路口当自己家 随意横冲直撞 现在警方已经开始加强防治核取地 避免汗事再次发生 记得蔡杰 徐丽晴 花莲采访报导 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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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